提到云南 大家肯定首先都会联想到的是 丰富多彩的边疆少数民族文化 而在云南省西南边境的地区 还有这么一个地方 这里的汉族占到了92% 来到这里仿佛就穿越到了江南水乡 熟悉云南旅游的游泳们 相信已经猜到了 这里就是河顺古镇 想要来这领略一番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风情 你可能不会如愿 但这里的居住环境 让很多全国各地的老年人在挤流连望 滕冲自己也是的嘛 世界健康生活目的地 这边确实不错 没什么工业污染 我在滕冲旅游的几日 无法会碰到来此观光的浙江人 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 都是以家庭为单位 比其说他们是来旅游 不如说他们是来避暑的 比前几日浙江很多地区接近40度的高温 而滕冲这里的夏日却是另外一方的浓氧 高气温也才25度左右 再加上空气中适宜的湿度提感 难怪会有很多老年人选在滕冲羊老 这种店也和大理这边都差不多 这个花柱大理也有一个 这个房子我是看不出来和大理那边有啥区别 来滕冲来吃大理老喜粥牛奶棒冰 不滑算吧 不是这个藤冲这边整体的感觉没有那么的干 还是比较湿润的 就是温度呢它又没有那么高 所以总体的感觉还是挺宜居的 也难怪他们说这边特别的适合养老 特别适合宜居 然后冬天也没有那么冷 还是有原因的啊 还挺舒服的整体感觉 接下来呢再来谈一下我在滕冲几日旅游的感受 这里的海拔是1500米左右 最近滕冲的雨季很快就接近尾声了 但是空气中的湿度呢还是蛮舒适的 这里的河顺古镇呢 房子看起来要比大理这边古镇看起来高一些 但是建筑风格还是比较相似 所以对于在大理已经旅居两年多的我来说 这里没有太大的视觉冲击地 整体而言呢 河顺古镇还是很安逸的 非常值得一逛 这里的居民呢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明代时候的江南地区 所以建筑样式呢 也都和江南地区很相似 你在河顺古镇中漫步会有一种 穿越到江南古镇的错觉 其他呢像这边的特色饮食呢 稀豆粉 耳丝米线 饮食方面呢也大部分都和大理差不多 当然耳丝的口感是非常不一样的 就算不太喜欢吃耳丝的人 也都可以爱上这个耳丝吧 大家就不见 来了 我们家的小肠肚子也挺好看的 这个汤的味道也挺特别的 这个菜不知道是什么菜 我还挺好喝的 还有像其他的铜瓢牛肉火锅 也是腾冲的一大特色 喜欢吃的小伙伴 记得去尝试一下 那家叫什么来着 你今天不走是吗 那我建议你可以去西董 西董 西董发油 东西南美的西 董式的董 现在去喝这个咖啡 28级 我还以为这是民宿 对啊 我这一点开酒吧 一位 一个 一位 一个 一位 别有洞天呀 这边扫码点单啊 好的 自己拿牌自己找 好 啊 这么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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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幻的藤冲 应该是 好魔幻呀 这个 咖啡的 还有酒店里面 完全是两种风格 突然一下子就变了 这边什么给你拿 里面进去 嗯 这是我的吗 拿铁 那个叫什么豆子来着 哥斯拉的一家 你来这家喝一口 你来这家喝一口 你去试一下 你去试一下 特别的 你在这喝也行 但是你去试一下 汤 瓶 也没人 你来这家喝 很厉害 很厉害 但是你们不太熟了 咱们不要喝了 看到 这么多 这些老房子 松花糕啊这些东西 在村里这块 这个松花糕 也是好建议的 尝一下这个松花糕 喜欢吃红豆的人 我觉得会很喜欢 我就是很喜欢吃红豆的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